現在的最新數字跳動 首先來看到的是在整個歐美股市裡頭 現在看起來起指 紅通通一片 只有萬綠從中一點紅 在NAS的其部分 是半鐘開盤 現在來到小紅盤的位置 可是呢 道瓊昨天休假 馬丁路德紀念日 那麼今天的期望盤的部分的話 看到是小點16點 特別地方在哪裡 來看一下DOTCHBANK 德國 德國德一支銀行的話 因為預期當中的話 獲利並不理想 所以導致由德國所領跌的 歐洲市場 德英法 通常都是跌了 德國方面跌幅0.8% 甚至在法國方面的話 跌幅0.5% 只有在英國股市 昨天相對比較弱 現在跌市是比較輕一些些 這在歐美股市當中的話 最新的訊息 跟最新的指數跳動 再來看一下 這個最新的消息 BREATING NEWS裡頭 有哪些重點的訊息呢 來告訴大家 首先所掌握到的是謝國中 這重要級的分析師 全球債務的泡沫 最終恐怕要面臨停滯性的通膨 全球債務的泡沫部分的話 其實包含16.4兆的整個 產生懸崖這個部分 這個壓力 另外一方面的話 它所提到的說 報道在大陸市場 銀資銀行 還有地下金融的部分的話 擔心是一個壓力 將近高達50兆的人民幣 所以這個壓力的話 不容小覷 再來要看到的是 大陸2012年 三區用戶的增長 未限爆發 滲透率20% 下面一數 仔細看到 年份 2012年 古年 2012年 三區用戶增長的話 滲透率只有20% 不意外 重要的是 對於經理開啟 會不會有些大爆發題材 這才會是一個重點 好 趕快的看一下 三大阪的國際頭條新聞 首先要看到的是歐巴馬 歐巴馬是是就職 提出的第二任期的目標 當然在我們剛剛節目當中 就特別提到歐巴馬認識裡頭的話 用一個比較感性的角度出發 跟他的Michelle 第一夫人的話 共舞親吻 少了那種濃濃的政治味 甚至於財經的味道 這裡頭他提到幾個重點 包含對抗這個 比較暖化的一個氣氛 甚至於呢 包含弱勢團體 婦女團體 甚至於還對於 同性戀團體的部分 有捍衛 有明顯的提出他的一個權益 這也是美國總統當中 第一位特別強調 同性團體的一個權益 好 再來要看到的是 CNN最新消息 這個達洛斯論壇 全球經濟未脫困 現在慶祝還算太早 簡單來說 達洛斯在哪裡 在瑞士喔 它是一個滑雪聖地 這個達洛斯論壇裡頭的話 就是政界也好 或商界也好 這些經營匯集的地方 全球經濟的訊息論壇 可是呢 他所提到 全球經濟未脫困 現在慶祝還太早 這關鍵在哪裡 他們所聚焦 是從美國開始的骨牌效益 就是所謂的殘懸崖 16.4兆的美元 這一點要絕對絕對放在心上 另外一個來看一下 投到新聞裡頭 Bloomberg裡頭所提到的 日盈所通過的 2%的通膨目標 並且承諾 終止通縮 這話題很有意思 來聽聽看 阿斯坪的說法 通膨 通縮 二十年的通縮 通縮壓力有多嚴重 日本常要告訴我 日本裡面 現在賣的最好是什麼東西 食譜 越歲分越好 因為他只要簡單煮 回到家自己煮 那回到家的話 不管三大男人 也是簡單煮一煮 就可以自己吃 所以食譜 教你怎麼煮飯 最好了 最燙 燙的東西就是什麼 我們每年到這個 每年也好了 或者是這些 到百貨公司的話 福袋 福袋裡面有很多好東西 很便宜 它不只要很便宜 不只要買的福袋 而且要打著的時候 再去買福袋 哇 這下還得了 另外一方面 不僅知道什麼地步呢 因為錢越來越薄 重別情況之下 越來越薄 現在金子 金價在拉高 大家在囤黃金 就連街邊的販賣機 都有在賣金幣 都在賣金幣 我們想來聽聽看 阿斯坪林 這個通縮部分的話 過去是一個通縮的壓力 二十年要終結 甚至把通膨當目標 百分之二 做得到嗎 對 現在日本 大概是全世界 最不怕通膨的啦 因為全世界一直 最通縮 對 因為它是通縮嘛 全世界一直硬貨幣 就是擔心說 會不會有通膨出現 因為日本剛好相反 對不對 它就擔心通縮 擔心了好久 所以剛好 趁這一波 整個通膨氣勢來 那個 信任首相非常有毅力 對不對 它就 直接讓 日元持續的重貶 來刺激一個 它裡面的通膨這樣子 因為全球都在通膨 對不對 輸入性的通膨嘛 所以它只要在國內在引爆一些貨幣性的通膨啊 然後說貨幣寬鬆的通膨 看可不可以刺激一些消費力 因為日本其實非常優秀 只是他們就不消費 對不對 他們已經 但是你剛剛講的非常優秀 有一點點的意見了 這個通膨的壓力部分 除了這個民間企業 民間之外的話 企業也是耶 欸 也是長的 說告訴我 松下 松下在1960年的時候就成立了 當時全球第74大 結果呢 1972年才成立的蘋果 還沒有蘋果 74大 但是到現在 它得去賣東京大樓的總部 甚至於Sony Sony也是在整個日本企業當中 很直牛耳的 當時的易經也好 或電漿電視也好 都是這些公司所做出來的 它要賣的是紐約的大樓 慶隆 這壓力走到這邊了嗎 其實日本的企業還蠻厲害的 你剛剛有提到說 其實松下的過去的輝煌歷史 大家知道第一台的照相手機 是誰發明的嗎 是日本人的Shop企業所發明的 大家看後來照相手機 甚至一些智慧型手機 後來被美國的iPhone 蘋果拿去發揚光大 但是其實這個也歸結出 其實日本的企業 其實它本身在技術人類上 是很強的 那我們看這一波的日本的經濟 其實我覺得 他們現在目前的手下 用對的一些政策的方式 讓他們的企業可以脫困 因為過去來日圓一直長期 受到所謂的升值 讓企業的獲利一直表現不好 這一次大幅的貶值 會對日本的一些企業 我覺得會有一個那種 應該所謂的 就是所謂的絕地縫生的一些機會出來 不過這邊的話還是要提到一點 也或許在阿士兵可以補充一下 提到企業 郭台銘董事長 當時跟Shop的交手 郭台銘董事長也是罵了 為什麼 還不誇一點 這種決策還是 郭台銘董事長的話 光那個飛機的話 一天工作十六個小時 那個飛機已經飛了好幾趟 私人飛機過去到那一天 單一節消息的回覆 竟然等了那麼久 所以在日本人 他在做事裡頭的話 當然也書上這麼寫 這會不會想法啦 做事啦 這態度 這局限或者是 稍微慢的半排會嗎 因為日本人 雖然經濟蕭條了十幾年 但他已經養成一個習慣 他不會為了錢 勤勘聽嗎 不是 他不會為了錢 他就去做事 不會為了錢去做事 對 不會為了錢 有錢就好這樣子 像台灣跟大陸 這幾年都很像 對不對 為了 台灣現在根本已經走出來了 對不對 為了要自我的要求 為了自我的夢想 日本早就已經在做這種事了 對不對 你看他們一直在研發機器人 越發明越厲害 能賺錢嗎 事實上能獲利非常少 對不對 你怎麼不去研發代工 你怎麼不去 亞地毛利利 對不對 毛山道士也是賺得很多 對不對 但是他們就沒有 他們 他們有一個個人的目標跟夢想 他們就是 為什麼他們就已經習慣 不為錢 為理想而生活 所以才導致他們經濟一直在蕭條 如果他們多愛錢一點點 可能日本經濟就會刺激一點 可能就不一樣 對 他們就是不夠愛錢 所以要賣不賣的 好 我們先謝謝兩位 從這訊息當中的話 所以感受到 在日本的部分 股價的表現 尤其低迷是股價表現 現在股價表現的話 包含在匯市的變化 來到這邊有點震盪 股價表現 新高之後出現震盪 到底往上走 還是往下走的話 當然要持續追蹤 我們準備要先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回到節目現場 今天禮拜日 昨天是基金 禮拜日的話告訴大家 小資理財的部分 小資理財 22K的話題從哪裡來 如果只剩下22K 如果是的話 你必要欠錢 你必要負責 你必要做到 你的人生規劃 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現場 忍耐 董燦 童改進級 熱血問世 你也會 全新改款上市 Toyota 前进香港 好礼三重送 把握最后机会 错过不再 你要救两人 你要找到他 我会 两百万 我要转多久来 多了两百万啊 这怎么说 我也是长期 我会把握你们啊 我可以给你两百万 我要你变成我的勿奔亲 助两人 不愿意愿有时会哭 只会收光 周六晚上十点 三立不会谈 金大花的华丽冒险 一切的世界里 从此 咱们等一下去哪吃 这好吃又不贵的 擦一下擦一下 怎么那么慢啊 后又断线了 嘘 隔壁栋三楼就有了 哦 要输了啦 对 你怎么那么慢啊 你怎么那么慢啊